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跟着设计区旅行第一集的播出 这个节目是由我以及亚洲大学的副校长刘宜东 刘副校长一起共同来主持 而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带您认识 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大奖 有八位得奖大师的作品 同时也会请到国内的专家一起来带您导读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设计界也会带您认识 国内有哪一些专业或是新锐的设计师 发掘台湾正在崛起的设计力 而今天第一集我们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 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陈瑞宪 陈瑞宪大师瑞宜大哥 一起来带我们认识安藤忠雄他的作品 瑞大哥你好 文宜好 玉东好 今天第一集当然开宗民意 我们要先告诉大家 普利兹克长到底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从1979年设置到现在 已经有很多大师都得过 像我们稍后要谈的安藤忠雄 或是魅导和氏 或是萨哈哈迪 其实他们都得过这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但到底对于建筑界的人来说 它的重要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 对 那建筑界呢 我想我们建筑界都很清楚 最重要的奖项是从芝加哥 所创办的普利兹克奖 普利兹克历导 那说在19世纪到20世纪 建筑在崛起都盖大楼 摩天大楼 这样的时候他们就想设立一个奖项 能够跨时代 每年选出最具时代代表性的建筑师 所以这样的一个奖项 他也回应了建筑的几个很重要的 想谈的事情 第一个时间 如何在新的世纪 新的时代 每年找到这个引领世界 潮流的建筑师 第二个谈空间 他们的颁奖典礼我认为比诺贝尔奖 非常要精彩 普利兹克奖因为我受邀到参加2002年 在罗马市政厅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那个圆 的广场就在广场办颁奖典礼 他每年到不同的地方 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在古城 曾经到过美国的国会 到过英国的国会 到过奈良古城 所以这样的在寻回不同的空间 来办如何引领时间 那第三个是他邀请的人 我那次去也真的被震慑到 因为重要的建筑师 重要的艺术家 重要的文学家 把建筑相关的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 那这样的一个年度的奖项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 有建筑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家 但成立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被认为是 政治界最高荣誉 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地位欲不坠 是不是在机制的设计上 他们其实也动了一点巧思 我那一次专门 等到大会都结束的时候 专门去问现任的主席 Tom Plitzker 你怎么可以把普利兹克奖 扮成全世界大家都 连哈佛的系主任 麻省理工的系主任 都要不远千里迢迢 飞到欧洲去参加这个典礼 他只告诉我两件事 他说第一 你要设立目标 他说他当时设立的清楚目标 就是时代性 而且等同于诺贝尔奖 他就坚定这个 第二 他要找到最好的一群评审 因为谁来鉴赏 谁来解读 什么叫做时代 就要请到一群 最优秀的评审之后 他说绝不干涉评审 所以他就是 我们把它称为诺贝尔奖的贵冠 的普利兹克建筑奖 的确 我相信有很多的建筑师 都穷尽一生之力 都想要拿到这样子的贵冠 这样的奖项 那我们今天第一集要谈的 就是相信很多台湾观众 或是全球的人 都很熟悉的 日本的建筑大师 安藤忠雄 那为什么邀请到 Ray来跟我们谈呢 其实是有一段渊源的 因为过去 Ray曾经在 安藤忠雄事务所 待过一段时间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那他所认识的安藤大师 又是什么模样呢 大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那时候您在 安藤事务所的时候 近距离观察 我相信跟我们一些 外部的人看到 完全不一样 所以您眼中的 安藤忠雄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那一年 大概是三十岁的时候 那大概我从学校毕业 那开始在 这个日本里面 做大量的旅行 因为我深信这个 我觉得学习 最好的途径 就是你要多看 然后用自己的眼睛 跟自己的身体去体会 那我对京都非常喜欢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 在京都里面找 这些老的建筑物 因为我对宋代文化很喜欢 结果不经意的在一个河边 我就看到一个非常 美丽的建筑物 那那个建筑物美丽 不因为是它的外形非常美丽 而是它非常的安静 然后跟那条河形成一个非常和谐的 这样子一个景象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 看过那样子的景象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是安藤忠雄设计的 它叫Times 现在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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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后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 那当下我就想说 那这个人我一定要 能够去拜他为师 所以想尽了一些办法呢 就带了大大小的礼物呢 我就跑到他宿州去 那在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我看到一些资料 他说他一开始要你做的事情 让我们很不能想象 画两千条直线 还有把他的成名座 住籍的藏屋全部再画一遍 为什么呢 那时候听到这个这样的要求 没有觉得很错愕 那个我觉得日本有一个观念 建筑师呢 事实上是一个职人 他并不是一个我们讲的时候 很伟大的建筑师这样子 因为建筑师原来本来是盖房子的 对 我们在老远的时候盖庙 大概就是建筑师去盖这样子 所以职人里面呢 当然有一个工匠的意味在里面 那当然也有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亲手做事情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对 所以里面有手工意义的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安藤那个时候 要我画两千条线的意义呢 是真的是要让我体会 什么东西是手跟脑 才能交汇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生命 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 我在画第一条线到最后的第两千条的时候 我心情是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那第一条的时候 我当然就觉得为什么要画这样子 对 然后再画在第两百条的时候 开始有点感觉了 第五百条又不一样了 第两千条当然就是呈现了 对 那你画那个筑节藏物 那时候画的时候觉得这个为什么要画 没有 我觉得它是灌输一个概念 对 住籍的藏物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得到日本建筑学会的一个大奖的作品 我们在迪化街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老的房子 非常的长 老房子非常长 中间有好几个中庭 那这个中庭呢 就是以前的人就靠这个中庭呢 在这个地方煮饭啦 上厕所啦 然后有大量的光线跟通风 那以前的房子大概就是只能这样子分散嘛 那他把这种老的房子的概念 把它变成现代化 那把所有的元素去除掉的时候 他留了几个很清楚的空间的模式 他有前面的一个单位 中间一个中庭 那后面是一个住家的单位 那在里面生活的人呢 然后你半夜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呢 你就即便外面下大雪下大雨 就还要沉闪 沉闪 不过因为他的对于老的生活形态 怎么过渡到现代的空间里面来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所以您刚刚其实有大概点到说 其实安藤先生 你这样子从传统历史建物当中找灵感 进而其实也影响到您之后的创作 对 因为我观察了非常多的伟大的建筑师 事实上我觉得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古典的训练 那这个训练呢 可能是我们现在一般年轻人觉得 好像不需要去重视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在古典的 所累积那么深厚的这一些历史的元素 怎么把那个地方很巧妙 用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来 这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安藤大师的背景 他其实没有上过一天正式的建筑课程 他都靠自学 所以您觉得他对您这样的要求 或是他自己从身边的观察造灵感 跟他自学这样子的背景经历 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觉得都是要靠自己的身体去力行 去看到东西 然后这个力行的动作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早就做过了 对他来讲旅行这个东西 一定要放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做 在他年纪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大概全世界最重要几个建筑作品 他都已经看过了 那他才要决定自己将来设计的方向是往哪里走 当然他所谓对旅行的要求 可能用一个非常穷的方法 睡车站啊或是睡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用他的脚 他去行走 他去真正的去体会 那在他大概三十岁不到的时候 他已经看过全世界最重要的几个建筑物 大师背后养成的过程 真的是还蛮曲折的 他还曾经去当过拳击手对不对 为了像刚刚说 他说为了筹旅费 为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对我们最有启发的 倒不是他的建筑 而是他专注的一个态度 他以前因为家里比较穷 有一天他翻到一位大师叫科比义 有八本 他想看这个 但是他买不起 他就拜托那个救助商的老板说 可不可以你不要卖人 我会再存钱 我会存钱之后会把它买下来 他就这样翻着翻着翻着 所以他开始对西方欧洲 新的现代主义的这些建筑师 开始有了狂热 他有一个男生兄弟 是拳击手 那他自己也认为拳击是为了存钱 存钱才能够去坐西伯利亚火车 去找他仰慕的科比义大师 有点像瑞刚刚想去见安藤 那安藤当时就是想自学来找科比义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专注 然后花自己最大的力气 甚至不惜任何代价 那我看到的是专注 其实我们很荣幸 就是台湾终于要有 第一栋的安藤建筑了 就在亚洲大学安藤艺术馆 可是这个过程 花了整整十年 十年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长 对 可是问题是在于 对于建筑师要创立一个 永恒的建筑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们十年是不算上的 真的 对 你去看很多的历史上留下来的 这个建筑物 哪个不是是三十年五十年 像安藤这样子的建筑师 我觉得他做每下一个决定 他觉得那个决定 可能留在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了 那你觉得他下的决定 不是不能小心吗 对 我相信以他的个性 真的会非常非常谨慎 再谨慎 但是其实我们过去看到 安藤对员工的要求 真的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高到我们无法想象 他会要求他的员工 就是加班 加班到没有电车 没关系你从大阪走回京都去 八个小时 从天黑走到天亮 那瑞宁你那时候在他的事务所工作 你有被这样要求过吗 非常速杀 真的假的 在安藤那边工作 我后来为什么要半年我就跑掉 所以我觉得那个工作压力 真的非常的大 他就是要求一定要到位就是了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反正就是你觉得在事务所 你们偶偶偷懒或怎样 可是问题他要的要求 倒是一定就是他讲什么 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看那个模型 他不开心 他就整个拳头翘下去 可能那个模型 可能做了一个礼拜 那个拳头就一秒钟就没了 那重新一切再来过就对了 因为他一定看到什么东西不对的 这跟他的拳击手背景 我想应该有关系的 他就拳头蹦就这样下去 哇 意思是要 我是应该是心碎 躺血 好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安藤忠雄是真的是一切自学 然后摸索出他自己的道路 但是其实过程中 有很重要的启蒙大师 就是一顾的法国的建筑大师 柯比义 到底柯比义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3岁的安藤忠雄 和柯比义的郎香教堂 初次相遇 没有接受过正规建筑教育的柯比义 启发了安藤创作的勇气 柯比义是20世纪重要的建筑大师 身为建筑家 艺术家 思想家的柯比义 擅长运用原始朴素的材料 表现粗犷美学的形式 柯比义的旷世代表作 是位在法国东北部的郎香教堂 每年吸引着朝圣者不远千里而来 驻足凝视 感受郎香教堂来自四面八方 大大小小的戏剧化光影空间 柯比义将阿尔卑斯山的大地抽象的转化 让建筑成为地景雕塑与神秘的光线游戏 粗旷厚重的混泥土材料 因而变得轻盈流畅 柯比义和安藤有着相同的自学经历 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 虽然两人从未见面 但柯比义的作品不仅带给安藤莫大鼓舞 更深深影响安藤的清水魔建筑风格 也让年少时的安藤 心中开始萌芽建筑旅行的梦想 看完了郎香教堂介绍 今天要请教Ray 您觉得就您跟安藤互动的经验 到底柯比义对安藤来说 他的影响包括空间光影甚至清水混泥土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我觉得安藤在早年在世界各地旅行 有两个人影响他非常重要 一个是柯比义 另外可能是路易康 因为你从他的很多的设计里面 不管是空间的构成 对于光线上的一些设计的方法 还有他的细部 你都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声音 那我想柯比义尤其影响他非常的大 就我们最熟悉的混泥土来讲的话 我觉得安藤最后决定要用大量的混泥土 做他的建筑的语会 我想大概就是从柯比义身上看到的很多东西 我早期看安藤的东西你们大概不知道 早期安藤的东西里面有砖造的 真的喔 他有很多砖造的东西 那我在想那个时候 在他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犹豫跟彷徨过 因为太多的诱惑在他身边了 可能很多的材料 因为我自己都是 一下觉得木头也很漂亮 一下觉得布很漂亮 一下颜色又怎么样 可是问题他下定决心就说 我大概只要选这条路 所以他在柯比义身上看到了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就传承了这样子一个 对于清水混泥土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到现在 安藤先生后来到几年前 他又在旧地重游 他回到狼乡教堂的时候 他自己转述 他说就像他年轻 第一次自学到了欧洲去看狼乡教堂 那一眼看到那个光 这么刺激那个光 就是他要的建筑的原动力 那这个光 柯比义怎么讲 柯比义说这个光就是罗马万神庙 三千年前的古罗马建筑那个光 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新的狼乡教堂 但是它又包含了多少古时候传统的元素 那我觉得安藤先生也一模一样 他是在转换了很多日本传统的元素之后 用他自己所钟爱的方法 选定的材料 选定的思维去表现 所以难怪柯比义是最能够影响安藤的建筑师 这建筑很多时候是一脉相成 像万神庙其实也影响了包括了安藤包括了柯比义 甚至我们下一集要谈的Richard Rogers他的穹顶 似乎也受到了万神庙的影响 但是我们刚谈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进一步更想了解的是 这几年到底安藤大师有哪一些知名的作品 是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也要去朝圣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初下午后来到大阪的春日秋教会 参访安藤大师的经典建筑光的教堂 静视静静地坐在教堂里 看着光影随时间变化 安藤以最简单的线条 呈现空间纯粹和谐的力量 光的教堂虽然量体简单 却蕴含了一种复杂而极其优秀的建筑处理 在墙上垂直和水平方向 让柔和阳光自然渗透进来 而形成了著名的光的十字 安藤非常注重人、建筑、自然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所谓建筑的光是具有颜色、温度、质感与深度 并左右的当中所蕴含人类精神的存在 位在东京忠诚的21、21 Design Sign美术馆 这座安藤设计的作品 在庭园宽广的草坪上静静地助力着 这是以设计为主题的现代美术馆 屋顶设计的灵感源自山宅一身一块布的设计概念 整座美术馆采用大片落地窗设计 为了让地下楼层也能有自然光穿透进来 夹挖了三角形天井至地下层 从天窗洒下的自然光线 映造在丝段清水魔墙面上 让这栋建筑呈现独特的朴素美学 安藤另一个动能作品 在日本四国的一处荒僻小岛 一个连日本人都不已经知道在哪里的直岛 Naoshima 其实过去有一段让人心痛的历史 这里曾因工业污染荒废多年 经济萧条 全岛面积只有8.13平方公里 目前整个岛上总共也不过3600人 1987年 服务会长邀请安藤忠雄前往直岛勘察环境 安藤在一场演讲中回忆第一次拜访直岛 因为环境污染植物无法生长 当时他心想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什么草都长不起来 不过他却被服务会长的理想深深打动 安藤忠雄和服务会长 因为相信 坚持20年的耐心和热情 将现代艺术与建筑呈现前所未见的大地公共艺术实验创作 相信就会有希望 相信就会有力量 搭乘可爱的社区小巴士 旅途上会停靠几个小站 每一站都有公共艺术创作 在室内 在海边 在山坡 在草坪 或者在人行步道的一语 山坡上三片相互平行的正方形不锈钢板 在忽强忽弱的海风吹拂下 钢板也随风一起摆动着 这是来自圣路西亚岛艺术家 Ricky George的作品 三枚正方形 草地上这位先生坐在长椅上 正悠闲阅读书报 旁边一只小山羊陪着他 这是法国艺术家 Niggy de Saint-Falle的作品 Le Bon 意思是长椅 在这里 大自然是世界艺术家的舞台布景 一望无垠的赖户内海上 运用着动人的缓慢美学 安藤在接受NHK公共电视专访时曾说 建筑这生物又迷人又困难 把心放进去投注感情 建筑物就活了起来 毕生追寻梦想的建筑人生 安藤的奋战故事 值得我们仰望学习 好 我们看完了影片 接下来请教Ray 就是您自己看了这么多的安藤的作品 建筑 您觉得其中有没有哪一栋 是一定这辈子一定要去朝圣的 我自己心灵深处 真的触动我的大概三栋建筑 一个是光的教堂 一个是风的教堂 一个是水的教堂 为什么 那我自己参与的是风的教堂 我也有做过风的教堂 那那个时候奈良东大寺里面 有一个侧院叫做二月堂 那我就看到风的教堂 事实上是有引用二月堂那样子的建筑元素 因为旁边有个侧廊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观察 安藤怎么把那种老的传统的 日本的传统的建筑里面 对于这种自然元素的 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怎么把它构渡到现代里面来 那当然光的教堂 我是觉得它是做得最好的 真的 您那还记得您走进第一眼的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去看教堂 或者看一个重要性的建筑物呢 我觉得除了真正跑到室内里面 去看的时候 前置过程很重要 就是那个接触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郎乡教堂 你远远的在山下就看看那个山顶上 远远的郎乡教堂就站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那个心情非常的激动 那你要找一条路 你要去接近那个教堂的时候 那个过程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好的建筑物之前的那样子 跟建筑物之间的一个互动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丰的教堂来讲的话 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侧廊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因为经过了计算 所以就常年有这种风 从那个那一端灌到这一端来 所以你在进入风的教堂之前呢 你的身上呢 会被风哦 把你的身上所有的尘埃洗涤掉 所以你到进入教堂内叉啦 你是一个干净的一个躯体 然后再到一个圣殿里面去 大概是所谓的教堂建筑呢 很多大概都是给结婚仪式用的 可是光的教堂是真正的 让人家做仪式祈祷用的教堂 那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事实上是不太有钱的教会 那所以他就跟安腾讲就是说 我们不太有钱 可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老师 你来帮我们做这个作品 所以安腾也用了一些环保的概念 放到这个教堂里面去 他为了要节省成本 结果他就把那个做模板的那些模板 把它拆模之后呢 把它拿来当家具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 他就想听办法帮他们闲戚 对 当一个建筑师 除了要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之外呢 我觉得对于这种能源上的一个考量 或者是怎么去面对业主 要求一个比较低预算的成本的时候 他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做 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启发 对 的确这安腾的与会 就像您刚刚提到 包括了去风之教堂 有一个长廊 他从建筑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似乎都在安排一些不同的巧思 让您在真正看到建筑本物的时候 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准备好的心情 一个沉浸的心情 用最纯净干净的头脑来欣赏它 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您刚刚说 其实它跟大自然很完美的结合 在最近意大利的水都 它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作品嘛 对不对 这好像是皮诺美术馆 什么 格拉西馆 那这个跟原有 它好像也是用当地的一个 关税大楼的老建筑改建而成 那这样子的建筑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想一个古迹 能够经过五百年后 后期无人复兴 就五百年后想要再生 那这时候西方的欧洲的贵族的 因为刚刚是一个皇宫贵族的建筑 但是有一位东方的 现代的 质朴的来合作 这样的东西会激发出什么 我十分佩服这位业主 皮诺家族 也十分佩服安诚先生都接受了这个挑战 要把全世界最新的时尚精品所带出来的艺术 带到这一个最古老而重要的欧洲文化中阵 的确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虽然出国是旅行 旅行可以增广自己的建文 多认识安诚大师这样的作品 但是我们现在很幸福 其实不用再远行了 从明年开始 我们就可以亲至大师的名作 就是亚洲大学的安诚艺术馆 那您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我知道 其实您跟他沟通过很多次 那怎么说服他愿意再花时间 来帮我们再盖一栋建筑 我想我们在台湾在大学里面 就是一所大学 我们只是想拿着我们的图 去拜托安诚先生 说我们没有很有钱 但是我们很想盖一栋建筑物 来影响我们的年轻学生 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建筑系学生 我们的设计科系学生 如果能够天天都在大师的作品里面做设计 不用教都会很好 那安诚先生也 也知道我们有点像光之教堂 没有那么有钱 但是想要一见解重 所以他在我们的期盼下 才答应五年 那说服大概的过程有多久 四五年 四五年 我们要经历了四五年的变化 这个设计他答应了一阵子 但是我们的设计走得很慢 我们要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因为匠师难找 这些混凝土的质量达不到 所以我们要经过四年半才得以动工 对 所以我相信要盖给安藤建筑 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 到底其中有哪一些困难 还要如何做出来在台湾 有如这样子 丝般光滑的清水混凝土呢 其中的秘诀 我们稍后一下 马上回来 将近两千多个日子的等待 台湾第一座安藤艺术馆即将完工 挥手五年多来的过程 一路跌跌撞撞 困难重重 台日十多家营造厂商 甚至制作出两层楼的现场实样 均法通过安藤大师 五十年来建立的清水魔工法 连续两次流标 几度几乎被迫放弃 究竟这清水混凝土 光滑如丝的质感是怎么建造的 一起探访背后奋战的故事 那刘副下长这个造型为什么这么特别 当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安藤先生早期都是用方跟长方 到中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用了很多圆跟椭圆 来代表宇宙的观念 那最近这几年他开始用三角 在日本在欧洲都有做三角形的造型 那这次只是给我们亚洲大学的三角形 是特别的一个三角形 对它真的很特别 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这三角形 不是规规矩矩的三个完整的堆叠在一起 而是其实有前后的角度的差异 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这是我们很早期的模型 他用三个三角形把它错开而且穿透 我们可以穿透来看一个三角形 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在建筑史上都会看到 中间有彩光 中空从罗马万神庙开始 代表一个直接跟宇宙天光 直接进入到建筑 那这样的精神是他在这一次想要表达跟宇宙观 然后跟大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精神 它创造了很多这些中间的空间 走道的空间 空间的层次感增加 但是它的施工困难度也增加了 对 你要把一栋建筑物可以不加修饰 工地模板拆下来之后 那个就必须未来直接面对大众 台北101是以高取胜 它的结构最困难 但是安诚先生这栋建筑物是最细致 最细致是最困难的 它从选水泥到选石头到选模板到里面 哪一位施工的工匠来钉模板 哪一位来酸螺酸 哪一位来拆模板 哪一位来解螺酸 都是师傅 都是工夫 对 这些就像艺术品 对 就像工夫讲 因此在这边做出了 我个人认为 它这几年三角形建筑的经典 一栋伟伟大的建筑物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经过这一次我有深刻的体会 做完设计只是刚开始 所以我们第一个不能就是如何找到 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精密程度 精致程度的在地能够执行的建筑师 因为我们知道姚先生在台湾也是索去一指的建筑师 现在要让他当副手 那是很难为他 可是后来姚先生也说 为了台湾有一栋好的建筑物 他答应全力来配合 这两位世界级的大师 结合在一起 是很不容易的 中间有很多人 很多时候 很多不同的team 都认为说 这个房子大概盖不了了吧 这个房子大概会变更设计吧 安藤先生他在乎了除了他的设计以外 就是他的施工品质 所以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到他的清水混凝土 就是要看到那个品质 而那个品质是日本 是全世界做的最棒 到每一个重要的安藤建筑 跟亚洲大学艺术馆类似的三角形的建筑 去看建筑物在我们的材料 在我们类似的空间形体当中 到底怎么做 学生が好きというよりか 次の時代を担う 次の時代を支えていくのは学生ですから その学生たちが 単に知識を詰め込めるだけじゃなくて 自分で物事を考えて組み立てる そしてアジアを引っ張っていく そして台湾を引っ張っていく そういう学生を作ってほしい 特にこれからは台湾 韓国、中国、ベトナム、日本、フィリピン みんな一つ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から その中で その世界の中でもアジアは一番 エネルギーがありますので その中で本当にいい学生を作りたい そのためには学校のキャンパスも大事だと で、バリン そういう仕組みですから それはこんな関係で 30度、30度、30度 OK それを分けたら という形状に OK このように これを通っている日の標準に 木です この境界を混凝土を模したり これを組み合えて これを持っている このゲームは それを内側に強く これ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れに最も困難のこと それを精確決して これを取っている カメラフィリピン 到這邊的接點要標準的垂直 對 那以及栓的這個強度 要不然會爆開 像這個就是沒有經過保護層保護的 所以混凝土就會跟著變色等等 那這個就是不應該有 因為我們都希望混凝土能夠融洞的顏色 對 那這邊就是經過保護的 所以它就是經過處理之後 就可以這樣子千年如一日這樣子 是 好 非常好 看了這麼多環節之後 我們終於有幸能夠進入這 安藤聖殿的第一樓了 那現在看起來大部分大致都已經完工了 對 亞洲大學為什麼要新建一座安藤中雄藝術館 世界級的美術館 我想是因為世界的知名大學 像哈佛 牛津 劍橋 史丹佛等等 都有世界知名的博物館 蔡長海創辦人在創校之初有這樣的理念 她在五年前 在安藤先生在台北的一場小巨蛋的大演講當中 蔡創辦人竟然苦等了安藤先生五小時 才能夠跟她見上一面 親自跟她拜託 後來到大阪 親自向安藤先生 來說明創校的理念 跟設安藤館的理念 安藤先生也十分支持她 派她的設計師到台灣來看基地 而且在安藤先生 訂好三個三角形的設計理念之後 親自來台北 會同我們的在地執行建築師姚仁喜先生 一起來對外公布這個大廈 眾所期待的亞洲大學安藤中雄藝術館 這個管設在西部設計 一直到選擇營造廠的過程當中 都要用最高標準來達到台灣第一座 安藤中雄建築的選擇 該光滑的要光滑 該筆直的就要筆直 對 全隊隊有凹凸凸凸 不能被接受 好 這就是安藤式的品質 100分 我進宿舍的第一天 那個下午 就發了一把那個 講圖呀 就帶我到現場去 我就要敲模板 真的啊 第一天啊 因為我們在灌清水混泥土的時候 你假如這個 因為要跟那個上面的流速有關係 假如你流得太快的時候 你會把大量的空氣帶到下面去 所以你要敲模板 你要把氣爆能夠往上打 可是你又不能打得太用力 因為你打太用力 你那個石頭跟那個水泥之間會分開 所以你就會變成有一個 很奇妙的那個力道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背後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深厚的 這個姿勢的一個被基礎在後面 所以這個到底 安藤式的清水混泥土啊 跟一般我們 現在台灣其實常見的清水混泥土 您覺得這其中到底差異點的呢 對我來講比較 覺得不可思議的 因為後來我當然有去看了很多 譬如說科比義的清水混泥土 因為我們知道安藤的混泥土的概念 對 可能是從那個地方過來的 可是你知道 就可以想像兩個 凝足性完全是不一樣的 日本人非常精準 對 他要的東西就非常的完美無缺 譬如說 安藤常常在那個混泥土的時候 假如那一天的濕度不太對 或者是有下點雨 然後產生這個清水混泥土 下面有一條痕跡的時候 對 他有的時候就會敲掉蟲蓋了 可是你在 我們的科比義先生的身上 完全看不到這樣子的一個 為什麼就是霸國人浪漫的天性 我覺得是完全是很浪漫的 科比義的清水混泥土 就是我們台灣會做的那種 非常非常粗糙的 可是那種粗糙裡面 你會感覺到那個手工那種 跟那種人的那種氛圍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人跟機器般完美 什麼樣的民族性 說產生出來的建築物 就是真的很誠實的 就代表那個民族性 對 看不出來原來建築 其實也可以翻譯民族性就對了 但是施工到現在激進完工了 你有沒有記憶猶新最困難的 什麼時候 我剛剛感覺剛剛瑞講說 建築就是人 安恒先生是一個很言語 言以律己的人 因此他想要挑戰的是人 他曾經在二一二一美術館 三宅醫生內洞美術館 做完之後他出了一本書 我們就看到好漂亮 就是從設計圖 一次設計 兩次設計 三次設計 到現場 冰模板 灌漿 工人在那邊敲到完工 哇 錢彩好精彩 但是這本書竟然封標題叫 惡戰苦鬥 那時候我聽不懂 那時候我不懂 是什麼樣的過程 讓我們認為的建築到營造的過程 竟然叫惡戰苦鬥 經過這次亞洲大學藝術館 我很清楚 知道什麼叫惡戰苦鬥 因為你也是覺得自己在惡戰苦鬥 因為他就在fight人 為什麼 當我們做設計 可以做一個簡易的 簡易的房子的時候 它要錯開 錯開就是很難的畫圖 畫圖就要畫出很多很難做的細部 這樣的時候就是在 灌漿的時候 在營造的時候很困難 挑戰玉瓣混凝土 因為他灌漿說 只要有一些縫就要敲掉 因此你必須一車一車的來 都不能停 最好品質的混凝土 到我們工地灌完漿 攪拌完畢一小時 不能停 我們在當中還遇到 中間有那個銀神廟會 害得我們 就是原來都是計算好 一車一車 結果說有廟會 哇 結果那一次就報銷了 那一次就報銷了 所以這樣都在挑戰人的意志 中間我們曾經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台灣實在找不到 這樣的匠師 可不可以用御柱鋪凝土 用機器做 理會 當然不行 因為我要挑戰的是人 我們就是要靠人的手 做到做不到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才叫做安藤建築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幾次的遇到這麼多的困難 即將下個月要完工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大概 假設我 明年我們開幕的時候 要寫一本書 可能我也會叫二戰苦刀 二戰苦刀二這樣子 對 明年因為看到這棟建築 就是完完全全的 手工是安藤的大作 哇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都很期待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明年還有很精彩的開館計畫 到底有哪一些不能錯過 很棒很棒的設計呢 我們稍後馬上回來 有哪一種大作 我看見到這棟打中 在100個人在這棟打中 就是這棟打中 你應該跟著你的 一陣子 有哪一種大作 你應該要不要到 封建物 也在這棟打中 欢迎回到跟着设计区旅行 等了十年终于等到了 台湾即将有第一栋的安藤建筑 明年一月就要盛大开幕了 副校长可不可以先行透露一下 虽然现在还不到这个时间 那届时会有什么开馆计划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美术界 可以称为美术馆的经营计划 有三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从艺术出发 因为亚洲大学 有罗丹的收藏 所以上至西方美术史到罗丹 从米开朗基罗再到罗丹 未来接下来有Degas 窦家 接下来有Henry Moore 这些从最写实最后到抽象 这样的一个系列作品 安藤先生告诉我们说 要善用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西洋美术史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系列要来展览 同时要开展到 安藤先生很在乎亚洲各国 他认为我们明明在东方 所以西方的美术史影响到 日本的前辈艺术家 雕刻家 画家 再影响到台湾的前辈画家 然后再影响到台湾现在当代的 这些新锐的年轻艺术家 所以这一些时间轴跟地理的轴线 是我们第一个在美术想要展览的 介绍给大家的 那第二就是我们大学 亚洲大学虽然是一所新的大学 但是大学没办法是回到我们当年 在哈佛读书有科比义馆 科比义会到哈佛大学 盖一栋它的混凝土 的卡本特艺术中心 我自己就一直在想这个感觉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自己所求学的 跟安藤有关的科比义 能够有一天到亚洲大学的 受科比义影响的安藤馆 让这个两个馆能够相遇 好像还是不错的感觉 所以这件事情 我事实上还没跟安藤先生讲 对 那自己播出的时候 千万不能让安藤先生看 所以我们大学的美术馆的 联盟 从哈佛大学 从麻省理工学院 再到东京大学 安藤先生在那边任教 再到牛津 再到剑桥 我想会有七所大学 包含北大 这些大学如何的 好的艺术跟博物馆 都会在开馆的时候 明年初跟我们见面 那第三就是设计 我们需要一个竞技场 我们需要一个 安藤式的拳击场 让最好的年轻学生 跟世界知名的设计学院 都能够到我们台湾 有一个地方 来相互观摩 相互较劲 对 的确 我相信大家真的都很期待 现在翘首盼望 但是终于盼到了一个 安藤式的建筑 出现在台湾 看在您的眼里 因为我最近刚好读到 您说其实像在法国 博物馆就是您设计 一直以来很重要的养分 那现在台湾好不容易 有一个可以结合 艺术的安藤建筑 您觉得这对当地 台中或整个全台湾 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跟影响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等安藤的东西 在台北或是在台湾发生 已经等了将近三十年了 因为我记得我要离开 事务所的时候 安藤有跟我说 他说你在台湾 给我找个工作 这样子 哇 30年前就讲了 几乎快30年前的事情了 那当然就是好的东西 就不怕等嘛 那我在想借着安藤的建筑 在台湾出现 我在想假如能够给台湾的建筑界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有一个正面的力量 能够让台湾的人 能够借着这些大师的一些方法 设计的方法 或者他们的成品 或者里面空间的体验 能够让我们台湾人 对于自己的文化 有一个反省的机会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的确我相信好的东西 值得一辈子等待 我们等了不论是10年 不论是30年 我们现在终于要看到他了 而且安藤大师其实也说过 他其实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但是因为他够投入 所以他可以坚持下去 那我相信借由亚洲大学现在的投入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真的能够在台湾土地上发生 接下来我们就是耐心的等待 等待他这个最新最新 他自称的毕业作品 今天非常谢谢Ray到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 您眼中的安藤中雄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 台湾艺术家于宗杰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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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介绍是设计旁壁都艺术中心的Richard Rogers 看他如何改造巴黎艺术制度 还要带你们来拜访 四度入围了格拉美创片设计奖的肖信尔老师 他的创作空间 以及他拿下了美国独立音乐大奖 新路历程 下个礼拜都会有完整的报道 而下周六晚上八点钟 我们和您再会了